民眾黨新竹市長候選人高鴻安被爆料 聘用男友當公費助理 現在也被質疑說是有詐領助理費的嫌疑 就令民進黨籍候選人沈慧紅 也認為這是非同小可 而高鴻安其實今天自己親自澄清 大動作召開記者會 國民黨新竹市長候選人林根仁 重炮抨擊對手民眾黨高鴻安 以私以男友為人頭 掛名立法院助理缺額 寄身國會 身穿白色襯衫 深邃五官輸著 由頭他就是遭爆料高鴻安 男友理性男子 出席活動 兩人拿著手板合照 看來感情相當不錯 卻遭爆料在團隊中 也有特別待遇 掛人頭 是否涉及 詐領助理會 涉及貪污的罪行 從內部通訊錄中 就可以發現 理性男子職稱是行政助理 特別是後方 並沒有分機電話 細看他的電話 和電子信箱 卻和高鴻安一模一樣 但最新的通訊錄中 卻又沒有他的名單 這些問題 當然都應該對社會大眾 說明清楚 而不是又是閃躲 切割 閃避或問A答B 可能在立法院所聘用的助理 所有的一切都是 合乎立法院的法規 如果林多仁先生認為 我有任何不法之處的話 應該是要明確地拿出證據 而不是用大量的疑問句 還有寒沙攝影的這種 八卦抹黑的方式來規避掉 他的法律責任 面對質疑高鴻安輕描淡寫 刻意迴避敏感議題 明明爆料的是國民黨 他卻批民進黨抹黑他 從論文抄襲風波 再到兼職 爭議又深陷 利用男友人投詐領助理費 怡雲 重重負面形象 恐將影響高鴻安選情 解六熊 吳永安採訪報導